乖拉拉大雨下不停 乌萊水流相當湍急 垃圾桶铁皮威力 全都擋不住強風 倒得東倒西歪 颱風凱米襲擊新北山區 今天的乌萊區也是持續的被發布 這個大雨特報 可能每小時會有40毫米以上的雨量 凱米颱風撒在豪雨 山區面臨土石流潛市區 水利署公路局現場待命 也會有木頭 木頭會烤車準備 我努力準備清木頭起來 大雨傾斜而下 土石流監測來到黃色警戒 開始預防性撤離山區住戶 很擔心家裡 因為家裡是旁邊有河流 還有山 它會有土石流 那人數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次住在信賢裡 現在有居住的居民大約是11位 但是目前只有8位來進行 在這個避難所來居住 其他人去醫青 於是暴漲 甚至讓水龍頭的水全都變黃 居民趕緊撤離避難 雖然安全 但一顆懸著的心 就期盼豐雨趕快過去 可以回家整理家園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